你有算過命嗎? 你會想要知道你什麼時候會賺大錢嗎? 或者是你去算命的時候呢? 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按照算命的方法會算不準呢? 那麼今天這個視頻跟大家分享為什麼算命會算不準 如果你對算命有興趣希望改變自己的命運 幫助自己的家人 那歡迎訂閱本頻道也打開小鈴鐺 這裡會跟你分享一些我在學學方面的經驗 算命跟占卜其實是很接近的兩件事情 首先什麼是算命呢? 命是屬於命格的東西 是屬於格局 所以一般呢會用來算命的 就是看它的格局是如何 所以一般我們會看八字啊 指揮斗數啊 這是東方玄學常見的 或者是西方 西方的話就是西方玄學像 星座啊星盤啊這些都是 那還有其他許多就已經不錯了 那如果要占卜呢 占卜比較是短期間的 所以在東方的話 東方玄學會有奇門遁甲六搖 還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那西方的話可能就會用零擺 這個我也常常在用 零擺塔羅 藉由塔羅牌上面的一些現象啊 一些指示啊圖案 你可以有一些感知 所以這個就是 用占卜來瞭解一些事情 那占卜呢就是去問事情 當下的你要去行動的 要做的事情有哪些 我在這裡簡單地提一下 但是一般人都會覺得 酸民有時候確實是不準的 舉例來說 之前有一個朋友他來找我 他的年住呢是有財心的 是帶財的 然後他的月住呢是有時商的 那有時商當然是時商會生財啊 理論上有財心有時商 他是會生在富裕的家庭 而且家裡面的教養還是不錯的 會是一個樹香家庭 可是事實上呢 他的家庭並沒有我們想的那麼富裕 他的父親呢是一個一般的 普通的一個打工的人 他的母親呢也是一個家庭主婦 所以家裡的經濟來源 就只有父親那邊來 像這個呢就是我們去看他的八字呢 其實是跟現實中是不太準的 沒有很準確 那另外呢還有一個朋友他也是 他在命格裡面呢 我們去看他的八字 觀煞混雜 按照道理來說呢 應該是有很多的異性人 可是他在找我的時候呢 他還沒有結婚 而且他的感情生活其實並不太順利 所以有時候算命來說呢 只能看個大概沒有辦法去看得很準確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去影響到這些呢 主要就是一般來說呢 八字就是由時間去換算出來的 八字只有考慮了你出生的時間 你藉由你出生的時間去排出來那個死程 八個字 但是呢他沒有去考慮出來 你出生的時候 那個宇宙萬物所處的空間能量 這個一般如果你研究深入一點就知道 這也是八字裡面最大的缺陷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八字只是考慮時間沒有考慮能量 因為呢我們人的 人在這個世界上整個宇宙它是會變動的 影響我們最大的 就是太陽系裡面的八大行星 或九大行星 有的人會說九大行星 行星在每個位置不同 它的能量就不一樣 像太歲就是這個觀念 所以呢行星不同 太歲就那個能量不同 所以當你人出生的時候呢 小孩子從媽媽肚子裡面 他出生的時候 他在媽媽肚子裡面有九個月都沒有呼吸 這是屬於先天的氣 但是他生下來的時候吸氣 第一口氣吸下來 那就是當時的能量的一個印記了 所以八字能量就是這麼來的 所以呢你在看這個時間 時間的話 時間都差不多 但是呢你的位置不一樣 能量也就不一樣 所以你在看八字的時候 不能只看八字 你還要去考慮他所處的環境 那家裡面小時候怎麼樣呢 他的爸爸媽媽是做什麼工作的呢 有沒有給他很好的栽培 這個有的人一出生就是 就直接在羅馬了 直接一出生就到了終點了 這個富貴家庭就是這樣子 有的人一出生就在富貴家庭 有的人一出生就在貧窮家庭 那他們命運其實是相同的 但是你在富貴家庭成長起來 跟在貧窮家庭成長起來 還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我們再去想一想 更深入一點 為什麼他們會生在富貴家庭 有個人生在貧窮家庭呢 這個就必須要考慮更深入的 跟前世是有關係的 跟前世有關係 人的命運是受什麼影響 其實人的命運 在道門裡面 有一個叫三肌 三呢一二三的三 肌就是機會的肌 三肌的影響 什麼是三肌呢 三肌分為命肌 因肌跟陽肌 命肌 因肌跟陽肌 命肌指的是八字 因肌指的是前世 一些業障啊這一些的 這些都有關係的 陽肌呢 陽肌就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你的風水 你的穿衣服 你的吃東西的習慣 這些都會影響你的一個命運 你的命格 這些都會影響你的命格 所以你要去算這個八字 你再怎麼算 算得再厲害 你也就會影響百分之 百分之四十到五十而已 因為另外一個部分 你沒有去考慮到 所以你如果要去看八字 你就要曉得 這些都要考慮到才行 那你能夠接受這個前世的關係 你能夠接受有因果這個關係 你才會去思考 我們是不是能夠做好 做好的事情 不要去造惡業 要做好結善緣 這樣子下次才會好 下輩子才會好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除了這個三季之外呢 還有像冤親債主啊 冤親債主 英靈啊 這些也是會影響人的命運的 這種情況我有太多了 如果身上有祖先債啊 有英靈債的話 都會影響很大 尤其英靈是有怨氣的 英靈是有怨氣的 那如果去提高算命的準確性呢 那這首先 我覺得有三點 你一定要知道 有三點 第一 你要學算命 你基本的八字啊 指揮斗術啊 這些天干地支 這些知識還是要有的 這樣子你在看盤的時候 你才會有一個脈絡 這個就不用說了 第二個呢 你在算命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有神明的觀念 上面是要有神的 這個觀念你要知道 因果是跟前世有關係的 你除了看現在 你還要看他的前世啊 我經常在帶人去前世看 前世做啥都會影響我們 甚至前世的主協議也會影響我們 這個 說起來你整個世界觀 你如果能夠理解 你的世界觀就會不一樣 像原親債主啊 英頂這些 一定要先超度 這些都是 這個一定要超度 這是第三點 所以呢 我有印象深刻的就是 遇到一個女孩子 她的媽媽呢 就帶她來法談這個地方 她說這女孩子呢 她讀的是 是法律方面的 出國 出國讀書回來也是不錯 但是她去考試 連續三年 都是差個一分兩分 所以她在這裡也做了法 然後也傻了 也做了 該做的都做了 但是就是差個一分兩分 後來我們去查 才知道這個女孩子因為在國外 因為爸媽不在身邊 有流產過英領 那你這種事情你就很難去跟媽媽說啦 因為媽媽總是覺得 自己的女兒是純情的 但是這女孩子就是因為在國外 有一個英領 所以每次考試就是差個一分兩分 你看 這考了三次你就浪費了三年 人在最青春的時候浪費三年 那個代價是很大的 所以你要記得 為什麼要不準 你要選學的部分 英領的部分 這個一定要去考慮 好 然後 所以 最後呢 跟大家 總結一下 就是你要算命要算得準 除了基本的功夫之外 你要有因果的觀念 然後你要知道前世的觀念 這個是影響 都是有的 還有就是因靈 負能量 這些都是有的 所以 道法把它處理掉 會讓你在算命 運勢的提升 它是會有很好的效果的 我們到家就專門在處理事情 好 那今天的內容呢 就到這裡 如果對你有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這裡跟你分享一些我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